那就是先熟悉這件edit 然後這件edit裡面的話 其實就貼上的話是tree 這個文字模式 你把它貼上 然後你再把它轉換成tree 這個時候的話你可以把它當一棵樹 樹狀結構來看 那理論上你可以觀察一下 最關鍵的就是這個瓜糊 瓜糊如果 大瓜糊剛剛講過 就是所謂的key跟value 如果key跟value架構 那你要找到哪一個key裡面是你要的資料 因為可能它裡面像這個是有幾個key 總共有十個key 有沒有十個 那這個十個key裡面的資料不是我們全部都要 我們只要哪一個呢 後來發現在recourse 所以呢 將來的話你要抓的話 你就是抓這個json 把它抓進來 那我在跟他講說 我要的就是recourse這個key裡面的value 那請你吐回來給我 那他吐回來給你的話 一定是給你的是一個中瓜糊 中瓜糊就是一個串列的資料 裡面有77筆 所以如果你要解析的話 你要想辦法把這個串列 在那個vba裡面可以做一個解析 所以我們是希望寫一個程式 可以直接把這個行政用環保署 給我們的json的連結 那當然未來也有可能一種狀況 人家客戶端給你一個API 就是長這樣 OK 然後他會固定變動 就有點像是於網路上面的一個資料來源 他會把資料庫裡面的東西吐出來 放在那邊讓你去抓 OK 那可是問題呢 你要怎麼抓到你需要的那個部分的資料 那在我雲端上面吐 我這邊是有稍微介紹一下 所以你們細節部分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第一個的話你會發現 在那個雲端這上面的話 第四頁的地方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畫面是esail的畫面 那你會發現呢 在esail裡面的資料裡面有一個從取得資料 或者資料裡面有一個取得資料 然後你會發現喔 這邊就有一個叫從json 可是喔 當然因為我這個版本是2019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我們的版本 不過他不叫 他這個畫面叫什麼 叫取得資料有沒有 可是2016的話叫其他來源 其他從其他來源 那裡面的話很抱歉 沒有json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要在esail裡面 可以輕鬆的取 就是說呢 存取json檔案格式的話 那恐怕喔 如果你假設不想要自己寫程式的話 那恐怕就是要更新到比較新的版本 至少是2019啦 OK 所以這個 因為目前我們這邊剛好沒有 所以呢我們也只能 用那個寫程式的方式解決啦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 如果後面打 假設你的電腦比較新的話 那是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取得資料 那這個方法取得資料的話喔 它背後運作的物件就是叫 querylis 結合那個power query power query 去做 那但是操作起來也不會 也不是相當簡單喔 因為如果假設你從json對不對 他會問你說 那你那個json的檔案在哪裡 或者你的路徑在哪裡 當然你可能就是把這個 這個網址複製給他有沒有 複製貼上去給他 有沒有從json嘛 你至少要告訴他說 你那個json在哪裡嘛 那接下來他會跳出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是叫power query power query 它就是會直接怎麼樣 一樣喔 有沒有發現這個還蠻 蠻像剛剛那個json 有沒有那個json edit 裡面所顯示的 總共裡面應該有10個key吧 其實就是像剛剛這邊 這邊看到的 這邊有沒有 這邊把它10個key 只是說因為我這邊把它打開 就是這10個啦 他只是說把它秀在哪裡 秀在一個清單裡面 如果你要取得的話 你還要告訴他喔 不是說你在excel裡面 完全都沒有json的概念 你也沒辦法 沒辦法正確的得到結果啦 所以呢因為我要的是recourse 所以呢你就直接點什麼recourse這裡 然後直接怎麼樣 把它直接匯到excel裡面 匯錄到的話 這邊記得打勾喔 把它匯錄到 複製整個資料表 他就會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json幫你轉換成表格 然後就放到excel了 其實還蠻簡單 還算是簡單 因為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可是他當然甚至可以錄製聚集啦 因為這個是我之前在那個2019底下錄下來 所以你可以假設有興趣同學 不妨可以看一下 那其實關鍵就是這個物件 叫queries有沒有 然後如果建立一個連線 就點add 底下的話 不過他的程式實在非常非常隱藏 這個是下載等等 這個如果各位有信心 底下的話就是 我們因為是舊的版本 那要怎麼處理呢 其實喔 光要處理json 哇 真的就是非常困難的一件 尤其在VBA 那我也找了相當多資料 之前剛好有一個 之前上課的學員叫莊森 我覺得他蠻認真的 他甚至寫了一個部落格 我看 對 裝生趣味 我還蠻推薦 他的部落格 不過看 他有一些新的東西 他好像掛了廣告耶 有沒有 他可能也想要利用那個 寫部落格斜槓一下吧 是不是 我發現現在年輕人 好像也都有這種想法 真的旁邊有放一些廣告 裡面的話 他就有介紹就是說 利用VBA抓取網路的json 總共他有1234個版本 OK 當然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不妨可以慢慢看 他四個版本各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當然是最陽春的 慢慢到最第四個版本 所以我們大概原則上 我主要是直接告訴你 哪些是可以用的 然後怎麼套用就好了 至於那個 有一些 假設你對於這種研究 有興趣的話 不妨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其中第三跟第四應該是 相對是比較 比較可用性高一點 第三跟第四 那其中的話呢 這個前面這個就不用看 因為本來我想說 那我們用什麼 用文字的方式來切這個資料 可是後來發現 寫個VBA程式把我要的資料切出來 這件事情 就非常的頭痛 所以這個 最後是有切啦 切出來 但是問題是切完之後 還要再花力氣 於是這個方法 我這樣可能就放棄了 那我就想說網路上 是不是有人特別寫好的 欸 所以喔 找一下真的有 後來發現有一個網站 其實還滿不錯的 那這邊就是它的連結 喔 它叫什麼 Excel1-Jackson 後來我看了一下 它也甚至有提供了一個模組 直接就可以拿來轉換 喔 它這個上面也有一些 轉換的方法啦 也有一些教學啦 欸 雖然不太困難 可是步驟其實還滿多的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把它的什麼 把它的這個 它又寫了一個模組 要必須把這個模組 放到我們的電腦裡面 喔 然後還要再加上這個東西 叫Microsoft scripting runtime 這個 這個物件一定要把它打勾 喔 大概這兩個吧 其他的話就可以弄了 所以呢 如果喔 我們假設要用這個 這個模組的話 你們待會喔 第一件事 可以先到雲端上面 先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模組 把它裝起來 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邊有個叫什麼 Jackson Converter 有沒有 點VIP 不過 VIP的話 請各位先把它下載 喔 我記得喔 放在雲端白板的最下面 喔 第一步 把它下載 OK 喔 下載的話 因為是一個VIP啦 所以 記得喔 把它解壓縮啦 解壓縮的話 直接就拉到桌面好了 變成一個 不死 這好像已經有了 取代掉 所以我把它 打開喔 它是一個VIP 因為我這個電腦好像沒有裝那個 解壓縮軟體 所以打開直接好像可以拉到桌面了 OK 所以呢 目前的這個 副檔名叫.bas bas其實就是Excel裡面的模組啦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 我們就直接拿它來用 所以你們接下來就開始Sale 好 那如何把外部的模組 變成你電腦裡面的模組 OK 其實也需要學一下 所以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然後呢 把外部的模組怎麼叫進來 還記得吧 按右鍵 之前本來是插入模組對不對 那現在不是自己寫 而是用別人的 那用別人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用哪一個吧 對 匯入檔案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這個時候在桌面上 我剛剛有把它解到這裡 記得喔 副檔名一定是.bas 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來用了 所以以後 假設說你寫好的模組 你要給別人用的話 你可以匯出 別人在匯入就有了 我應該可以懂個意思吧 順便學一下 不然這個以後 自己寫了一大堆程式 結果要給別人用 不知道怎麼辦 不過啦 如果你懶得匯入會出 你用複製貼上也可以啦 當然你要先建一個模組 貼上也可以 但是有的時候 感覺好像這樣 有點不夠專業的感覺 這樣感覺好像專業一點點 OK好啦 直接把它打開 OK好 這個時候模組裡面 就會有這個 Jackson Converter 它已經寫好了 那至於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把它打開來 這是它寫的 這個它有一些說明 那程式的話 其實喔 非常攏長 非常 而且它還有4Mac的 不過啦 至於細節我想 我們就不仔細看 紅字好像不會影響 反正可以弄 以下應該這樣子 OK 好 它的模組喔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寫自己的模組 所以按右鍵 一樣要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是我們自己寫的 那我們會用我們的模組 我們的程式去呼叫這個模組就好了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然後待會就可以驗證了 好第一步喔 第一步就是要先匯入這個東西 我要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的最下方 所以你們可能找一下 記得是要解壓說 這個是Step 1 那Step 2的話呢 剛剛它有提到嘛 這邊就是要引用這個東西 或者你也可以參考我雲端白板 所以這邊第一步喔 會匯入進來 第二步的話 引用這個 引用這個叫Microsoft的 叫Scripting的那個Runtime 這個Runtime其實就是檔案存取的 比如要處理那個文件的部分 就可能會用到它 那怎麼設定呢 第二個Step 一樣在Visual Basic裡面 工具喔 這個也要會喔 因為如果你將來用到一些物件的話 一定要先從這邊引用 如果你不會引用的話 很多外部功能你就不會用了 設定引用項目裡面 找一下Microsoft的開頭的 所以往下啦 大概M開頭的 因為它也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然後M開頭的 然後Microsoft 然後再來第二個單字是S 所以呢 這一排應該都Microsoft啦 底下應該有S S應該是到OO的下面嘛 有沒有 有找到 S有沒有 那Scripting這個Runtime 打勾一下 這個是第二個Step 反正啦 你要用它的這個模組 一定要用它 因為它上面有跟你講 OK喔 按確定 第二個Step 第三個Step的話呢 再往下捲動 好 這邊底下就是 這個是Target的範例 那Target的範例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Json 這個就是他約Json檔 他的Json檔長這樣 外面是中瓜糊 裡面就一堆的大 這個是第一筆資料 有沒有 裡面又一個大瓜 Key跟Value Key的話就欄位名稱嘛 你可以想一下 然後第一個人的名字 這應該是Email信箱吧 然後這個是什麼 他住哪個Stream 然後City 什麼電話 反正就很多人 應該是會員資料之類的 好 那如果說呢 我利用它練習程式 我要抓 抓它的剛剛的那個連結喔 那我底下就是它的Sub 所以 在第幾頁 第11頁這裡 Sub到EndSub 請你把它複製一下 那這個範例的話 實際上 就是把剛剛它提供的這個連結 把它貼到我們的程式裡面來 把這個 就這一段 就是這個 就是它網址 然後呢 解析它 誰去解析 就是透過它這個 這個就是它模組裡面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我把它的原始 我把它的決定檔案先抓 它的文字先抓下來 丟給它之後 我就可以閉著眼睛 它就幫我解析了 那這樣蠻好的 我完全不用管 到底它是 我只要知道說 它裡面的那個 Key叫什麼 有沒有 叫ID 叫Name 就是 這個上面應該都有 你們可以 點開來之後 前面這邊不是有ID 就有點像複製貼上的意思 有沒有 總共會有這些 把這些東西 抓過來的話 那你就 在這個地方 加上一個Item 然後 把它的那個 ID放過來 那最後我們試試看 如果有抓到 那表示成功了 OK 試一下 所以這一段 11頁這邊 Ctrl-C 然後Ctrl-V到哪裡 Ctrl-V到這裡 貼上 這樣應該就可以成功了 三個步驟 執行一下 就會分別幫我抓到 A到H欄 所以待會應該會在 在這邊 A到H 我試一下 我按F8好了 不然它跑太快 它這個地方會跳到哪裡 跳到那個模組裡面去 很多啦 所以 太多了 我剛才直接 直接Run好了 不然的話F8可能會跑非常久 好 完成 有沒有 這個資料呢 其實 它就是在哪裡呢 就是在剛剛看到這邊這個資料 本來是長這樣 那我們透過剛剛它的那個模組有沒有 它馬上就幫我解析 變成一個Excel裡面的表格啦 OK 所以你做什麼 其實你也沒做什麼 你第一步 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 賄賂這個東西 第二步的話 工具裡面設定應用項目 把這個打勾 OK 第三步的話呢 把程式貼過來 這邊貼過來 這邊貼過來 就OK了 所以我怕你 你忘記了 我還特別 把這邊乾脆 齁 記得喔 一二三就好 三個步驟不多啦 一 賄賂 二 引用 三 程式貼上來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應該沒有難啦 其實本來是非常難的 真的 只要講到VBA 應該怎麼跟Jason結合在一起 哇 那簡直是 非常複雜的一件事 我光這個地方 我光看前面的東西 真的 而且我找了非常多資料 最後 說真的啦 沒有人對那有興趣啦 除非你自己對那個 有點熱情 不然我光看到那些 都應該想要放棄了 所以我直接告訴你 最後我的心得 我覺得OK的東西就好了啦 至於如果你有興趣 你想要 自己再去鑽研 哇 那這個 這個真的是有鑽研不完的東西啦 OK 不過我是覺得 也沒有太有 必要啦 OK 反正就有一個可以 可以亂的東西 另外 如果你假設 我覺得 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因為像 TrackGPT可以 應該也有一些可以參考的 我覺得TrackGPT 有時候給的那個 參考的程式嘛 我覺得 倒也 還有滿值得參考的價值 試試看好了 那至少你要知道說 到底它 怎麼去把資料爬下來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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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